各位我是華哥呂志華 今日又是志華深道談的時間 今次我想講的話題 就是中國現在向世界伸出援手 但為何會幫意大利 會幫其他國家 就不幫美國呢 首先就是中國疫情基本上已經完全受控 武漢這個市亦開始慢慢解封 但疫情並沒有因此而終止 反而向全球擴散 現在美國歐洲很多國家 疫情的數字已經超越中國 今日最新的數字 美國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多感染個案的國家 好了 西方現在就是疫情大爆發 完全暴露了西方國家 原來在防疫方面的措施 國民的防疫意識都是相當之差的 教中國來說差得很遠 而中國因為它有防疫的經驗 世界各國都向中國求援 中國亦都會向其他國家施以援手 很多國家都會有派專家去 例如伊拉克 中國就是派了廣東省的專家去 伊朗那裏中國派了上海的專家去 而意大利方面 中國就是很早已經派了四川的專家去幫他們 講到這裏我又想起一個笑話 中國全世界幫人 所以流傳了一句說話 一省救一國 剛才說了不同的省份 派出不同的專家去那個國家 有人講過笑話 特朗普經打電話 要求習近平派出專家去幫助他們 特朗普就說 你每一省都會救各個國家 我們會派哪個省的專家去呢 習近平就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派台灣省的專家給你 這個真是笑話 為甚麼呢 在美國人來講 一直都很喜歡搞一中一台 他一直都想搞台灣和中國是對立 現在有疫情 你問中國會派哪一省的專家 當然派台灣省 如果你同意 即是你承認了一個中國 如果你不同意 那就隨他 所以這個笑話十分之幽默 閒話表過 為甚麼中國會幫助這麼多國家 大家看到 最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 中國幫助他們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在聯合國裏面 你見到 永遠都是美國和西方國家 聯手對抗中國 只有第三世界的國家 對中國來講 真是建立很深厚的友誼 是不離不棄 大家互相扶持 所以有難的時候 中國當然是意不容辭 要幫助第三世界國家 例如肯尼 塞爾維 甚至伊朗 伊拉克這些國家 這些國家 至於意大利是西方國家之中 是中國最努力幫的 可以說是唯一的國家 為甚麼是這樣 這要看回中國和意大利的歷史關係 原來在冷戰時期 中國在聯合國還未恢復地位之前 意大利在1970年已經是首個西方國家 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這一點我相信中國人是十分之感激 他是第一個承認中國政府的人 然後在1988年 當時中國的醫療 還未到世界最頂尖的水平 而意大利當時派專家去中國 幫中國建了很多間醫院 而這些幾間大型醫療中心 當時只有意大利有專家去中國 他肯幫中國 歐美國國家都是視中國為敵人 他是不會給任何西方的知識 給中國 他很害怕中國壯大的 2003年有沙士的時候 情況同樣好像現在一樣 歐美國家口頭上就說幫你幫你 其實和你十分之疏遠疏離 就是怕了中國 也只有意大利願意派專家 和中國就醫方面 展開醫療研討會 同樣來說 文川大地震 意大利派出救援隊去中國 協助中國災後重建 當時在災區 也建了很多臨時大的醫院 救援災民 救援之後 整個疫情沒有了 意大利就留回所有醫療設備給中國 這種精神和人道的援助 中國人一次又一次十分之禁擊 中國政府記載心裏 正所謂 投我以木瓜 報之以停搖 所以今天 意大利有事 中國真的 是意不容辭要幫回去 這是中國人最有禮儀的地方 和中國人最講道義的地方 現在我們反觀美國 美國在中國抗疫期間 有什麼事做過呢 我可以和大家說 好事未做過 壞事做到足 有很多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段新聞 這段新聞是路透社報道的 他就說原來美國特朗普在中國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幾個月 大概是七月左右 就將美國一位CDC防疫中心的專家 駐北京的 就撤走了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Linder Creek 他來中國最主要就是協助中國那些流行病毒的專家 大家共同去研究這個世界上的流行病毒 原來中國和美國的防疫中心已經有三十多年的合作經驗 大家都互相提高這個世界的防疫水平 但是剛剛去年七月中美貿易談判 在最僵的時候 你知道特朗普就用盡一切方法壓迫中國 包括利用華為 利用香港方面的暴動 希望將香港這個事件 拉進去一籃子和中國貿易捆綁了一起去談判 而原來他還做了很多小動作 連美國的防疫專家都撤走了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呢 假如他當時留在中國 一直幫中國做一些病毒方面的研究工作 以及做一些防疫工作 當武漢發生了新冠肺炎的時候 美國是第一手知道這些資料 知道這種病毒的特徵和它的散播形式 以及各種病毒的研究報告 美國都可以拿到所有資料 到今天來說 美國就不用搞到這麼狼狽 不用問中國想拿回有關方面的資訊 以及美國都可以很早 全世界和中國一樣 最早知道這個疫情的所有資訊 可以作出預早的防備 就不會爆發今天這樣的局面 說到底 我可以說特朗普這次真是 害人中害己 疫情爆發的時間 全世界都有支援中國 第三世界落後國家 資源沒有中國那麼好 都幫中國 美國寧捐助 還要說完所有風涼說話 到今天爆發疫情 還有一些更加可恥的事情做了出來 美國有兩個法律組織 起訴中國政府 哪兩個呢 一個呢 就是美國的前司法部檢察官 Larry Klayman 在3月18日 他就發起了一個集體訴訟 訴訟方面 指控中國政府 解放軍 武漢市政府等六個中國的部門 就說他們隱瞞疫情 就說他散播這個病毒給美國 而去殺上 有個天文數字 是20兆美元 記住的兆 還要是美元 這真是天文數字 而檢控者呢 竟然是美國的前檢察官 除了這個人之外 美國還有一間很出名的律師行 這個律師行叫做Burman Law Group 這個律師行同樣來說 就提出這個集體的控訴 控訴中國政府 就將病毒帶入美國 令到美國方面 是蒙受這方面的損失 美國這樣做 可以說是強持奪利 因為美國司法界 完全是幫美國政府做事的 他們呢 將很多世界的訴訟 就搬到美國地區進行 然後呢 美國法官永遠都是判美國勝訴 這一點我不是憑兇亂說的 我記得九三年香港有線電視 正式開播 在九三年之前呢 吳天海就進行有線電視的籌備工作期間 去了一個酒會 那個酒會呢 去撞到一個美國的商人 那個美國商人跟吳天海是完全不相識 大家寒暈了幾句 之後這個商人呢 他竟然在美國起訴吳天海 起訴香港有線電視 就說他同意將香港有線電視的股權賣給他 而現在呢 他違約了 那麼他又沒有這個合約 沒有的 什麼證據都沒有 而吳天海也不認識這個人 只不過酒會撞到 而呢 他們在美國這個訴訟 單方面起訴 他們呢 就認為 口頭協議都是一個協議 就憑這件事 美國法官什麼證據都沒有 就判了這個美國商人勝訴 而當時殺上來說是天文數字 我記得好像是一億美元的 那結果呢 吳天海那邊 九倉敗訴 真是要賠償了給他們 那這些就是美國所謂的法治 這次他們告中國政府同樣有這樣的目的 殺上幾十兆美元 好了 勝訴之後 中國政府如果不給怎樣 慘了 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也好 在當地有資產也好 如果他們懷疑你 跟中國政府有聯繫 就可以凍結你的資產 然後怎樣 充公了 又是一種掠奪的行為 所以呢 這件事大家看到 美國司法的制度是很差的 那所以 美國政府方面 你這樣做 作為中國人 作為中國政府 會不會還幫你 還有 特朗普 還口口聲聲 之前講中國肺炎 現在好了 他說他不再講中國肺炎 不想小提大做 跟著呢 美國政府蓬佩奧接力 又講武漢肺炎 這些情況 你處處為難中國 處處針對中國 處處跟中國作對 還要求中國幫你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站在人道立場 我覺得 中國幫美國 是可以的 是應該的 但是如果 大家聽到我講一個 衣索語言之後 你可以想深一層 中國應不應該幫他 有一個農夫 在一個很嚴寒的冬天 他走一條路 去杜田那裡 他經過一條路的時候 見到一條蛇 在路旁 凍僵了 這個農夫很好心 他覺得這條蛇 凍僵了是很可憐 他覺得應該挽救一條性命 於是把這條蛇 放入自己的懷裏 放入自己的心口裏 希望用身體的溫暖 是暖醒這條蛇 這條蛇終於醒了 因為 他慢慢感受到 吸收了農夫身體的溫暖 醒了之後 這條蛇第一件事做什麼 咬了農夫一口 咬了農夫的心口 這條是毒蛇 結果農夫就死了 臨死之前 農夫說了 我是一念之仁幫你 想不到我就被你害死了 這個故事大家明白到我 所想講的寓意 好了 中國應不應該幫美國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仔細分析 去想清楚一下 中國有些國家是不幫的 例如丹麥 他也是不幫的 現在來說 丹麥疫情爆發 丹麥的女總理 終於要向中國求救 而中國不幫他的原因 是因為當時 中國爆發疫情的時候 丹麥就在這裡取笑中國 將中國的五星期 那五顆星 就變成冠狀病毒的模樣 當時中方提出強烈反對 而你丹麥怎樣呢 就竟然說 中國想妨礙你們的創作自由 好了 到今天你們有事求回中國 中國人當然 不可以說 每件事都可以以得報怨 這件事來說 你們作出這樣落井下石的行為 我們怎樣可以再幫你呢 但是中國 也是相當溫文耳雅 可以說 中國不會直接拒絕他 中國就是很軟轉地說出一些理由 例如 他說中國現在高度關注 以及感同身受 對丹麥現在爆發的冠狀肺炎 其實意思就是說 當時中國爆發的時候 你們丹麥 是不是有這樣的感受呢 現在你可以感受到了吧 還有 他也說了 他說中國和丹麥的人民 都是十分之友好 中國防疫最困難的時候 都不忘記丹麥人民對我們的支持 丹麥人民對我們有甚麼支持 就是口說 所以現在中國都是這樣 對丹麥方面都是支持 不過都是口說 所以看到了 這個世界 記住 你想別人對你好 你一定先要對別人好 如果不是 你到有困難的時候幫助別人 人家不幫助你 也是有理由 總之幫也是道理 不幫也是道理 好了 我再說回 中國除了幫意大利之外 還有幫很多國家 當時日本捐了很多物資給中國 現在日本也是疫情大爆發 中國同樣幫回他們 韓國也是 中國近期 輸出很多醫療物資給不同友好國家 中國送給意大利的醫療物資上 寫了兩句詩 這兩句詩就是 雲海蕩朝日 春色淫天埃 但是 這個世界的春天始終 都會在每一個地方出現 原來這兩句詩 是當年 在清朝晚年 一個文學家 叫李逸華 他送給當年 是意大利去中國的傳教士 利馬鬥所寫的 很有意義 至於日本 當時他們捐了物資給中國 曾經說過 山川異域 風月同天 和喜若無依 與子同嘗 今日中國各省市政府人民 和很多機構捐給日本很多物資 同樣寫了很多詩句 互相勉勵 其中馬雲送給日本政府 一百萬個口罩 在裏面同樣寫了八個字 那些八個字 是出自唐朝詩人王昌寧的一首詩 這首詩就是這樣寫的 青山一道同風雨 明月何曾照兩鄉 同樣來說 同山川異域 風月同天 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可以看到 中國人真的很重情義 總之你幫過我 我就會幫過你 正所謂滴水之恩 永存相報 好了 我今日所講的就是這麼多 我希望這個世界 大家記住 同一天空下 應該是互相幫助 我們的共同敵人 就是現在的新冠肺炎 多謝各位 各位觀眾 我是華哥 呂志華 我現在在屈基TV 每個星期 我都會定期 為大家分析 頁門的時事 經濟和政治 如果大家想聽 即時的政治頁門新聞分析 還可以訂閱我 呂志華聲音雜誌頻道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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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